好,我現在呢先準備了一個簡報檔案 我們把它做單純一點 那我把它存在桌面上 OK,存起來 那我們剛剛是離開MyView Go 回到Windows 那麼其實您也可以這樣做 我就跳到這邊 我先開 好,開到後面來 開一個新的 好,我就從這裡 有沒有一個這個 打開 您把你的簡報叫進來就好了 直接在裡面講解 點進來是否有一個PPT 好,點到它 這個時候它就問你要不要把你的PPT叫進來 那它叫進來之後呢 會把它當成圖片來看 而且呢,您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簡報一頁 所以您要做講解 是不是就在這邊做了 跟我們之前是不是一模一樣 您在這邊 好,我現在點到這個筆 欸同學,我們現在看這一頁喔 那好吧 現在這裡不夠寫的 可不可以拉旁邊 再拉回來 對不對 我現在就來這邊 好,這是第一點 你要注意什麼 第二點你要注意什麼 好,看完了 你也可以用滑鼠滾了 有沒有,一樣可以說吧 對 你看 還看的時候 看老師的寫的 有沒有,這樣就很方便 那你上一頁下一頁 這邊是不是也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像這樣子 那最後呢 如果你這樣 用完了 可不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可以的 您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下次所有可以複習 老師跟各位講 可以做另外一個更酷的 老師 把這個直接存起來 直接傳證QR Code 學生掃下去 他就得到老師上課的增肌 我們看一下 最後在這裡 您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資料夾這裡 這就是把它儲存起來 我先用另存給您看一下 按一下 您可以選擇存在雲端 也可以存在自己的電腦裡面 那他的副檔名 我先放在這裡 桌面上 好,點下去 有沒有發現 他的副檔名 叫做 VBO VBO 好,那名稱 你可以自己決定 好,自己決定 好,那我就可以這樣把它擋個勾 那麼下次 您就可以從這裡 去開啟您的檔案 那所有的您上課的資料 是不是要記錄下來的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是 如果您大方一點 老師上課內容 萬一有同學沒來 沒關係 我就從這邊 也沒有產生一個QR Code 那麼當你按下去之後 他會將您的這個內容 轉換成PDF 並且傳到雲端 共用出來之後 產生QR Code 這樣同學 就很過分了 有沒有 不用來上課 老師筆記都幫你準備好了 下次老師比較認真一點 哈哈 這樣您了解嗎 他就幫你傳到雲端上去的 有沒有連網址都產生出來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是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可能沒有辦法 再用一道雲端教室去用 但是您用最豐富的 這個Windows版本 用這種方式 您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感覺 其實效果還蠻不錯的 就把傳統的教室 再做一個改善 雖然我們沒有像國小的 那麼大電視 但是您用短體端的 還是可以這樣玩 OK 那我們今天的上課之下 我一樣會傳到雲端 所以如果說您覺得回去 還有需要稍微複習一下 看一下的 我們的上課錄影片在這邊 那您就記得 我們的上課網址的 這個簡報就可以了 OK 謝謝大家 謝謝